市長 各位 所長同仁 大家早安 首先代表社會局一千三百位同仁 謝謝市長 也謝謝所有市府的所長同仁 社會局是一個體質非常特殊的單位 借到我已經是最後一半 這個我兩年半的任期 我被11樓的警衛大哥跟市長是同仁 戲稱為11樓的郵魂 因為我大概會破頭四點 我就發救人 然後在11樓走來走去 不是去找陳志明明事長 就是找副作 要不然就直奔市長市 我每天都有新的挑戰 在我的印象 其實 市長 醫者人心 但是名很倫 名很倫 對於社會局來講 我們是所有弱勢的大集合 那各位看到的市長也許有他不一樣的一面 不過幾件事情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各位知道小燈泡事件 當社會一片劈劈劈劈的時候 只有柯文哲交代的是社會安全網 全台灣前一個做社會安全網 其實是台北市 我們也很高興 因為台北市做 所以中央跟進 當全台灣所有的首長 一直在拚公託一點要四十個 四十個開幕很開心 很痛苦的時候 只有台北市政府 因為都市的特色 他要求當時的許立民局長 要去那個十二的就是社區旁邊的 當缺疫苗的時候 只有怪財 柯文哲 想到的是街友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鑽台灣 偷一個街友打疫苗的是台北市 網路上戲稱 你只要拿一條棉被 躺在台北車站 柯文哲跟周宇修就會給你疫苗 不好意思 下午陳時中部長就跟進了 各位知道 台灣有外籍移工的黑戶寶寶 全台灣第一個幫黑戶寶寶 助預防針 是柯文哲市長認定 凡此種種 對一個醫生來講 對一個市長來講 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站在社會教育立場 其實市長每一步的做法 他都交代我們 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不美好 所以弱勢存在 一定要對劉勢的角度出門 這是我兩天半 在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最感動的地方 有誰可以看到 市長雖然兇 可是在第一線 他都要求我們 從弱勢出發 疫情期間最後30秒 社會局面對安養護機構大量的死亡 在一週內 27個長輩 可以過世12個 我要特別謝謝市府團隊 衛生局黃局長在這裡 起電話在這裡 有一個暗日11點 我打電話給市長 因為我走投無路 人一個一個一直過世 減傷分泌一直出去的時候 那個桌子上是消防局 武局長的聲音 衛生局黃局長的聲音 我跟市長求救 我說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連那個固在門口的護理師 生命都很危險 市長要求我 把血氧機的數字 請他自己量 直接LINE給市長 最後一刻 我跟市長講說 我們真的找不到醫院 就在外面繞 市長跟我講說 回家休息吧 這是我的錯 這是我不對 你們明天知道 你們明天回去休息 明天知道八點才來 一個有肩膀的首長 我覺得我們這樣這幾年來 一路走下來 我給大家制作一下 市政應該是一棒接一棒 我們都期待 台北更好 台灣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情感豐沛的 周餘修 周局長 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我們各個局處首長 對於台北未來的期許 首先看到的是 產業局的林重傑局長 他在上面寫下 留下全城刻印於這城市 然後瀟灑的離去 好 很有詩意的一段話 那我們接下來 是不是也有請很瀟灑的 林重傑局長上台 跟我們簡單分享一下 他的內心話 請局長上台 謝謝 這個感謝市長 感謝市府的團隊 我是少數在那邊 跟著市長八年工作的局長 那市長給我感覺其實是非常嚴厲 但是也非常授權 那這八年來其實 我們做了很多突破跟創新 在創新創業 我們率全國之先 帶動了全國這樣的風氣 在田園城市 在包含交易局公務局的幫忙 我們幾乎是一個全民性的運動 做了大概700多處的田園 37萬人以上的參與 那麼在這個像循環城市 在這個能源政策 也是率全國之先 那麼另外在這個 整個這個農業的這個推廣等等 那在商圈的輔導 我們相較於八年之前 其實整個振興的推動 其實加了三倍以上的這個參與 那麼另外在市長三年之前 其實我們狗公園全台北市只有一處 現在跟市長有19處了 那這都是一個很大的成績 那我想尤其是在市長改造的部分 一定會成為將來在記住 這個整個台北發展中很重要的一頁 過去十幾二十年來沒有推動的市場 那麼在市場的這個推動之下 我們很辛苦的把它完成 而且陸陸續續都已經進行改建 那我記得第一個安置大東市長 市長在剛上任過年的時候 去看著現場 就直接要求說一個月就要把它拆遣 那那個時候我當天回去真的睡不著覺 因為我過去曾經推動過文藝院 我有那樣的經驗 在超過50%以上 仍然住戶不想改進的情況下 做這件事情其實它難度非常高 但是我們最後我們用盡了各種的手段 那麼祝福在還不曉得未來改建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竟然可以辦歡送會 一起來歡迎說我們離開 要進行一個迎接新的未來 那一天市長其實是從中安部回來 市長就問我說怎麼回事啊 都還不曉得未來是什麼樣子 就要辦歡送會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這些所有的點點滴滴 其實都因為市長的支持 讓還有很多事務團隊的共同的合作努力 讓我們有機會創造一個新的典換 那麼這八年來其實非常感謝 我也相信未來仍然有無限的可能 再次謝謝市長跟所有事務團隊 謝謝 謝謝我們瀟灑的林聰傑局長 那我們接下來又會是哪一位首長的感謝卡 會出現在我們的畫面當中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資訊局的呂辛柯局長 他所寫下以及他所畫下這個熟悉的台北通logo 究竟這背後的意涵是什麼 我們再請辛柯局長來跟我們分享他的內心畫 以及這幅畫 大家好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畢業感 那事實上在這一段期間我是又熟悉又驚恐 因為事實上我好像加入市長的研究室 就是我們柯教授的研究室 然後做四年的博士後研究 每天跟他開會就像是跟指導教授報告論文進度一樣的緊張 深怕自己準備不周 然後進度不如預期 然後被釀被釘在白板上 那事實上每天的成會也看到很多同學 也都被釘在上面 那我們都是奴履薄兵戰戰兢兢 那因為我們柯教授 他擁有我們指導教授的所有特質 就是特別聰明 而且也特別的有批判 那也特別的固執 那我想這一些也都是造就我們有一些不錯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我們在整個數位轉型上面 我們台北市不管在智慧城市 大數據中心 還有包含我們推出了台北通的整合生態系 還有我們用台北ON 這個把我們的公務生態系也把它建立起來 那最重要的我們把公部門裡面 最繁複的公文跟和銷也都數位化了 我想這一些都是奠立了在我們台灣公部門的一個很新的一個里程碑 然後在國際上我們也收到肯定 我們在瑞士的那個洛商管理學院的智慧城市值評比裡面 我們也推進到了第四 我想這一些都讓我們深刻的體悟到 原來 那數位轉型在台北市 它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而是落實在我們每天的日常付出跟積累中 那今天畢業了 那中間我們非常感謝指導教授還有各位同學的相互獨立 我想我度過了我人生最精彩的四年 我想我一輩子應該也不會忘記 那有這麼好的養分跟新的視野格局 那非常感謝大家 那最後如果我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不周的地方 也請大家多海涵 那最後預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好謝謝 非常謝謝新科局長 這個博士後的論文應該是交了漂亮的成績單